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惜贷款或者是卖掉房子来搜求这种中国磁器 一种神秘的中国记忆让他们倾其所有也要志在必得 这算是一个商业间谍啊 一种享誉世界的神秘物品用它独特的魅力改变着世界文明的进程 这就极大的提升了人民的生活质量 我知自信之China 中国正在播出 China 中国China 瓷器 瓷器是中国劳动人民的重要创造和智慧结晶 从古至今都在向世界展现着中华文化无比的自信 上述至唐朝的南清北白 再到宋朝的五大名谣 元朝清花 明清彩词 中国瓷器千年以来一直承载着中华文化的魅力 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进程 给世界文化的发展注入了中华文明的重要源自 从大特里亚农瓷工到六百进位骑兵换制一百五十一件清花瓷器 从法国传教士景额镇偷益到欧洲各国疯狂收藏和仿造中国瓷器 中国瓷器的魔力让世界为之疯狂 时至今日 中国瓷器继续延续着对于世界文化的影响 而在世界级的拍卖会中 中国现代瓷器也在屡屡创造着新稿 中国瓷器无论过去与现在都在引领着世界瓷器发展的潮流 更是彰显着东方大国五千年以来无比的文化自信 这里是陕西卫视为您播出的国之自信 我是主持人旭东 我们的口号是看国之自信 变大国强音 欢迎大家 欢迎你们 今天我们的国之自信 要从一个英文单词讲起 那就是China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个英文单词表示的就是咱们中国的意思 也许您也知道 它还有另外一个示意 就是表示咱们的瓷器 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英文单词 会在英文中出现两个完全不同的示意呢 今天我们又将为大家讲述什么样的瓷器故事 这项传承自东方的古老艺术 又是如何让世界为之疯狂的呢 在英语中 China有两个含义 一个是中国 另一个就是瓷器 其来源有一种说法是 当中国瓷器进入欧洲的时候 景德镇的旧称 昌南镇的瓷器十分受人喜爱 人们以能得到一件昌南镇瓷器为荣 渐渐的 昌南的谐音China 就成为欧洲人对瓷器以及中国的称呼 中国瓷器文化远远流畅 千年以来一直受到全世界的追捧 世界各国的博物馆 正要名人 收藏家 甚至是普通民众 无不已拥有一件精美的中国瓷器而倍感自豪 今天 我们的节目就邀请到来自世界最大博物院 过宫博物院 一位几十年与瓷器为伴 对中国瓷器有着独特理解和看法的瓷器专家 看看它会为我们带来中国瓷器怎样的辉煌历史和文化自信 接下来就让我们和本期节目特邀嘉宾 时事评论员吴学兰 一起来聆听中国瓷器博物院器务部主任 陶瓷研究所所长 国内顶尖瓷器专家 长期从事瓷器历史文化研究 及瓷器鉴定工作 曾多次主持 故供各种陶瓷主题的大型陈列展览 而今天它的到来 将会为我们讲述中国瓷器怎样的辉煌历史 互联盖室 再次主持人 大家 永连 三亿件之多 这个数量是相当庞大的 特别是隋唐以来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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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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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瓷制品来建造一座宫殿 足以证明中国瓷器在当时对于欧洲皇室和达官贵人的文化影响 以及受欢迎程度 然而这还不是当时最为疯狂的举动 在当时的德国甚至有一位国王曾经用自己的部队作为交换品 只为了自己所喜欢的中国瓷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他们好像也不能代表民间 那么当时欧洲的民间 对于咱们中国的瓷器 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民间也是 因为以前他们都没见过 这么漂亮的这种瓷器 那么他们也都是疯狂地去购藏 有的不惜贷款 或者是卖掉房子 来去搜求这种中国瓷器 欧洲把中国瓷器 咱们一般都是说 都是使用的 他们有时候就不舍得使用了 就把它看成是一种观赏品 特别是在一些贵族 还有特别是宫廷 现在去还可以看到 欧洲那些宫廷里边 有很多我们叫中国的瓷器宫 瓷器房子 它有的是 就是把这个宫廷里边 专门做了多宝泽 然后把中国瓷器 就陈设在上面 一层一层一层地 一直到房顶 非常壮观的 吴老师 我觉得刚才通过 这个吕老师的介绍 您认为为什么 咱们那个时候的瓷器 能够有如此大的魅力呢 应该说这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个有形的符号 然后乍一到欧洲 确实让他们觉得 特别亮眼 它这个外形就很吸引人 所以从十六世纪开始 您也介绍了 那真的是从上至下 用尽办法 就想拥有一件 这个中国瓷器 所以其实有这样一句话 就是 中国瓷器到哪里 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就到了哪里 而且其实一个国家 一个深厚文明 它在传播的过程当中 如果不是简单地 以这种单纯的表面的形式 而是和技术相结合 你比如说我们的瓷器 它和技艺相结合 这样的东西就对 其他国家的影响力 要深入 要立体 而且传播得也很广 当时欧洲既然这么喜欢 咱们中国的瓷器 他们难道不想说 我们自己学一学 我们自己烧一点瓷器吗 是 它还真想学 实际上在康熙年间 就有一个法国的传教士 他的中文名字叫 殷洪旭来到中国 而且到了景德镇去 他到景德镇以后 实际上来给什么 其实上他一方面是传教 一方面也是来刺探 中国瓷器烧造的秘密 这算是一个商业间谍 滞留中国十年 只为刺探中国烧瓷秘籍 他就1712年 1722年吧 他两次给他们教会写信 流传五中四海 中国瓷器影响世界文明进程 把中国瓷器呢 可以作为货币来使用 魅力中国瓷器 彰显中华璀璨文化自信 他话也比较简单 也比较执着一些 国之自信之 China 中国 马上播出 他到景德镇以后 实际上来给什么 其实上他一方面是传教 一方面也是来刺探 中国瓷器烧造的秘密 这算是一个商业间谍啊 他比如说这个用的什么原料 怎么制作的 从成型一直到最后烧成 要经过几十道工序 他就1712年 1722年吧 他两次给他们教会写信 就把这个在景德镇所见 所闻这个瓷器制作的秘密呢 就报告给教会 实际上法国呢 真正的第一件这种 硬质瓷器的出现呢 是到了他第一封信以后的半个世纪 就是1762年大概 法国才烧到出第一件的 真正意义上的硬质瓷器 在之前他烧到就是软质瓷 就是一种西尔陶 实际上它不叫瓷 就是西尔陶这一类的 看来讲这就是一种来刺探 中国瓷器的这个烧到的秘密 实际上欧洲的第一件硬质瓷呢 不是诞生在法国 是在德国 有一个炼金匠叫波特格 他发明的 他在欧洲找到了 真正这种高领土 瓷土 这种能烧高温瓷器的这种原料 烧到出了第一件的这种硬质瓷 后来呢 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 也纷纷建立了这种 最开始主要是皇家瓷器工厂 而且最开始都是模仿中国瓷器 然后在模仿的基础上 又结合他们本民族的这种文化特点 形成本民族特色 来烧到他们本民族特色的东西 先仿照再创造 对 说到这个模仿啊 我手头呢有一本 这个是我们编导 为我们准备的 这是咱们故宫博物院 之前办过的一个展览 对吧 这个是1989年 当时呢 这个展览也是 我主要也是一个参与者 当时主要是我们通过 一种对比的方式 把中国瓷器啊 还有世界上其他国家 来仿的中国瓷器 对比进行展示 很有价值 让人一看到 一眼就可以看到 中国瓷器对世界陶瓷的 这种影响 对 我翻开 我觉得这个特别吸引人 我看它是 青花八级 祥文扁平 这个 而且我看到 这最上边的一个呢 是咱们的这个 清乾隆年间 咱们国家烧吃的 另外两个 这应该都是 照着它来copy的 我记得是一个 荷兰戴尔富特的 一个是法国的 塞福勒瓷厂 那我觉得 这个 烧造的 这个啊 我觉得有一句话 这个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所以今天咱们 好不容易请到吕老师 您得跟我们讲解一下 为什么咱们烧的这个 比他们的技艺要高超 这一件呢 是咱们 乾隆时期啊 景德镇 中国景德镇 这个玉窑厂烧造的 这属于 俗称叫官窑 实际上应该叫玉窑 这件就是18世纪 荷兰的 专供皇家 对专供皇家的 这是戴尔富特 也要烧造的 戴尔富特呀 也是相当于 荷兰的 玉窑 景德镇 就相当于中国的 景德镇 中国的景德镇 这是荷兰的景德镇 就是他们的 也是瓷都 是 法国的这个塞福勒 也是 他们也是皇家瓷产 应该说 从整个来讲 模仿的呢 还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毕竟是 照猫画虎啊 照着来做呀 另外欧洲人啊 有时候对咱们中国的 这些瓷器的 这些图案呢 它不是 它的含义 也不是特别理解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对 所以他们也只是 大概的照着来画 你看 它画的跟咱们 这个比较起来 还是有不少差别的 没错 因为它画的 也比较简单 也比较执着一些 是吧 对 然后呢 它在这个基础上 也进行了一些 小的一些调整 你比如说 这个戴尔福特 然后这个 这个圆渡上 边上这个文饰 你看一看 就是欧洲的那种花卉 看到吗 对对对 咱们这边是属于 这种回吻 你看 回吻 另外一个呢 这一件呢 像这个法国这一件呢 它来模仿的 它是模仿了 我们的回吻 它把中间那个花纹 中间那个 中间那个花 你看圆的那个花 里边那个花 它也跟咱们 这个也不完全一样 看到它就进行了 一些小的这种改静 也只是说 它都是结合的 本民族的这个理解 他们进行照猫画活 它就是大概的一个模仿 当然说你说 从整个瓷的质量上 肯定跟咱们中国的这个 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我感觉它的重要的意义 不在于它的质量 在于来反映了 中国瓷器对外国的这种影响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明 但是可能很多观众会问了 既然你们叫国之自信 那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瓷器 对我们世界整个的文明进程 它有什么样其他的影响吗 这个影响太大了 比如说从审美来讲呢 中国瓷器呢 消往国外以后呢 极大的提升了人们的审美意识 人们感觉中国做的这些瓷器 都非常的优美 造型也优美 另外文室呢 包括印度啊等等 他们当时主要用一些树叶 来盛这些食品 那么中国瓷器传过去以后呢 他们见到这样的耐高温的 又易于清洗的 又这样美观的器物 那么他们就开始追求用中国瓷器 这就极大的提升了 人们的生活质量 所以说呢应该说中国瓷器 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我们饮食文化 是一个质量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我们经常讲啊 要美食还要美气 对吧 对 所以说中国瓷器可以堪称是 美气的代表 我觉得咱们中国瓷器啊 像李老师说的 改善了很多人的这个就餐习惯 也把我们的这个生活品质 网上提了一大街 哎呀 真是太太了不起了 那我觉得吴老师 您听了我们专家 餐具不够讲究 回去我先换一套 其实刚才吕老师说了很多 中国瓷器对于世界的影响 真的是方方面面 你看政治方面 当时的俄国 他们都会把这个国会 你看俄国当时双钩音这个灰 它会烧制在瓷器上 那就是有文章词 是的 也彰显这种国王啊 国家统治者的这种这个威严 所以对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尤其刚才我看啊 您给我们介绍了18世纪 法国防我们的这个瓶子 其实啊我就想 当时18世纪 法国好像还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就是如果你要造瓷器的话 你按中国的套路来 你不能乱来 颜色的选择 你不能随便 基本上是要这个蓝色的花纹 尤其不能随便涂金哦 为什么啊 金是这个中国皇室的 我们的皇家的用色 所以你看看 它对中国的这种陶瓷制作法 也非常的尊敬 这是政治方面 那你说经济方面 陶瓷可以作为前提的 可以作为 对吧 交换的这样的一个度量横 拉丁美洲其实国家啊 曾经把中国瓷器呢 可以作为货币来使用 是的 比如说它向政府交税的时候 可以用中国瓷器来代替 对这些国家的经济生活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没错 然后呢 刚才李老师也讲到了 对百姓生活 对吧 他们原来都没有这个盘子碗的 现在有了 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对啊 所以你看看中国瓷器 它影响力的确无孔不入 而且是以一种润物戏无声的方式 改变着世界很多国家地区人民的一种生活 中国瓷器作为世界人民共同喜爱的一种文化形态的具体展示 不但让中华文化走了出去 更是显示出自古以来华夏子孙的聪慧材质 那么这些精美的瓷器究竟从何而来 在瓷器的类别上又有着什么样的不同呢 当吕成龙给我们讲解之后 我们才发现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真的是无论古今 都会给我们带来 无比的文化自信 我觉得今天好不容易请到吕老师 我觉得有必要 来给我们来稍微普及一下 因为咱们都知道 咱们中国的这个 从宋代开始有五大名谣 这个每个谣口呢 他们烧出来的这个瓷器 可能根据当地的这个 泥土的质量啊 或者说烧制的这个工艺不同 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我觉得作为中国人啊 一定得了解一点 所以我觉得 吕老师 您给我们来科普一点好吗 好啊 实际上中国的瓷器啊 真正意义上的瓷器是出现的 应该说比欧洲 至少早了1500年 在中国呀 把瓷器的发明定在了东汉时期 那么从此以后 先是经过了 这个三国两界南北朝 一直到隋代 中国瓷器的一个 青瓷的一个大发展时期 主要是在南方 那么到了唐代 开始瓷窑就更加增多了 品种也增多了 我们一般的说 形容唐代的中国瓷器 稍稍稍就是南清北白 什么意思呢 就是南方是以越窑为代表的 青瓷 占统治地位 北方呢 是以形窑为代表的 白瓷 占统治地位 越窑是在浙江 形窑是在河北 整个宋金元时期 不仅是一个宋代 最著名的就是我们说的 五大名窑 辱官 歌定君 这五个窑呢 每个窑都有它的特色 当然最受人们喜爱的 还是这个汝窑的青瓷 它是一种淡淡的天青色 应该说代表了当时 文人审美的 在瓷器颜色追求方面的 最高水准 就是汝窑瓷器 到了明清时期呢 主要是青花 五彩 豆彩 这个羊彩 另外还有各种杂柚彩 另外还有各种的 颜色柚瓷器 品种达到几十种 所以中国瓷器的 主要品种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碎碳四摄 现代瓷器闪耀中国光芒 入窑一色 出窑万彩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世界峰会 中国国里绚丽登场 背后却要经过 严格的筛选 从一万多箭里 转出来五百套 君子亮相 渐渐堪称艺术典范 却不是他们心中 完美精品 还有一句话叫 摇辩无双 国之自信之 Tainer 中国 马上播出 中国古代瓷器 席卷世界 让世界挂起了 中国瓷器的旋风 这份自信 已经延续千年 传承至今 时至今日 现代中国瓷器 也为传播中国文化 彰显中国文化自信 而做出着自己的努力 在2017年 伦敦加世德秋季拍卖会上 当代瓷器 青花粉彩 九桃瓶 拍出了六十万英镑 折合人民币佣金价 六百万元的高价 一举打破了 现代瓷的最高拍卖记录 显示了极高的收藏价值 而在各种外交场合 中国现代瓷器 也经常作为国礼 赠送国际政要 为中国传统文化 增光天才 那么 中国瓷器人 为了瓷器的发扬光大 做出了哪些努力呢 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请到了 陶瓷艺术大师 苗峰伟 让他来为我们讲一讲 中国现代瓷器 怎样继续在全世界 闪耀着自己的光芒 大家好 我是苗峰伟 一个烧制瓷器 二十多年的瓷器人 我们都知道 中国古代瓷器 被世人广知 而中国现代瓷器 却很少有人了解 作为一名瓷器人 我欣赏中国古瓷器的 精美与韵味 但我要做的 是将这精美与韵味 注入到中国现代瓷器之中 让它能够与古瓷器一样 走出世界 被世人所热爱 所以 为了这个梦想 我选择了五大名词之一的君词 作为我梦想的开始 成为我毕生的事业 现如今 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没有辜负自己的梦想 也没有辜负中华文化 赋予我的时代使命 当我看到APEC会议上 我所创造的现代军事艺术品 被国际友人广为称赞的时候 我知道 我的梦想实现了 未来的我 将肩负使命和责任 继续前行 让这份属于中国的文化自信 传播的更持久 更深远 苗峰伟 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 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 其现代瓷器作品 在APEC会议上 在上海合作组织总理会议上 苗峰伟的作品 均作为官方礼品 闪耀外交场合 而苗峰伟印象最深 也是最为艰难的一次 国理制造 发生在2014年 2014年11月10日至11日 北京燕漆湖 天冷气清 风光以泥 亚太经合组织 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在这里召开 中国作为主办国 以东道主的姿态 欢迎遇会其他20个国家 或地区的领导人的到来 这样的一个高规格 全球化的外交峰会 正是展示中国文化之邦 礼仪之邦的大好机会 那么 此次峰会官方礼品的选择 就显得尤为重要 而苗峰伟 恰恰接到制造国理的任务 于是 一段艰难的国理创造 开始了 苗老师 我特别想问一下您 您看您的作品 这么多次出现在 这种国际重大场合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 就很好奇 这个有没有一个 固定的挑选标准 有 实际上我们国家 挑选国理是非常严格的 它要分初选 初选都是把我们中国 非常优秀的传统艺术品的 都集中在一起 层层筛选 然后筛选最后的时候 它才有专家组来评审 这个过程是非常严格的 你就像我们2014年 爱派克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提前一年半 都接到这个通知了 一直到半年前 才确定我们的这个查局 作为国理 实际上中间那种过程 光他们会务组 都去我们窑上 都去了很多次 每一次去考察考察 再对全国的这种瓷器 还有丝绸 很多这些优秀的艺术品 来筛选 最后的话 才确定的是 我们军瑶的瓷器 来做国理 就是咱们面前的 摆的这两个 就是当时入选的您的作品 是咱们接到这个任务 是要军瑶要求 它的右色仪式 这有多难 我感觉这个是很难达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军瑶 我们说它是一种 特殊的一种柚子 它橙色呢 里边主要是含氧化铁 另外特别是含氧化铜 实际上这种 对温度气氛的要求 特别敏感 我们一个窑 里边不可能是恒温的 上下左右 前后都有温差的 那么摆在不同的窑位 虽然你湿的柚都是一样的 出来的颜色就会不一样 所以军瑶有个 我们经常说 听完吕老师的讲述 我真的是又替苗老师捏把汗 所以我理解了 为什么咱们烧了一万件 只选出来了五百件 刚才我们通过跟吕老师聊天 我们知道 古代的时候 瓷器很受欢迎 跟苗老师聊天 又知道 在今天各国的政要 还有各国的朋友来说 还是非常喜欢 咱们中国的陶瓷 所以想前二位来 我们分析一下 为什么瓷器无论是在古代 还有现代都可以代表 咱们中国人的面貌和文化呢 实际上这个瓷器 确实有它独特的魅力 它包含着古代的政治 经济文化 还有它的人们的审美在里边 它这些方面是蕴含着 很丰富的文化内涵 所以说它自古以来 就受到人们的这种重视 喜爱 今天也是 我们要再结合 今天人们的审美 还有我们现在这种 科学技术的发展 来不断地创造出 来适合我们 适应我们今天 现代人审美的 这些陶瓷作品 那么不知道 在听完二位的故事之后 吴老师 您对咱们中国瓷器 有了一些什么样的新认识 中国瓷器 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 都是中国的骄傲 也都代表着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我想我们国家 把它选做国理 那真的是有 很深层的一个考量 首先因为什么 首先还是因为它美 我觉得美是没有国界的 无论哪个国家 其实对美的这种享受 大家还是有共性的 第二点 我觉得它作为国理 它的象征意义特别好 国家之间打交道 方式很多 有的时候硬碰硬 对吧 刀剑 但那是什么呢 那是一种伤害 那不是要交朋友的做法 但我们中国打开大门之后 我们用这样很温润的茶具 倒上很清甜的中国的茶水 请你来尝 那就是朋友来了 有好茶 这是一种入戏无声的 告诉世界 我们中国虽然曾经 在一些西方国家 演的我们是神秘的东方巨龙 但是其实我们是热情的 好客的 温和的 那第三点其实 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 传统和创新 在此期当中有很好的一个展示 那其实呢 中国也通过这样的一种 既有传统又创新的此期 在告诉世界 中国不一样了 我们不是当年 十六世纪 十七世纪的中国 我们是今天的中国 前所未有的 居于世界舞台的中央 但是我们的变化 是一种好的 是迎合世界潮流的 中国越好 世界越好 这也是中国一种 我们追求全球化 呼吁全球化的一个最有形的彰显 最有形的一种表示 谢谢 非常感谢吴老师的总结 那么其实今天啊 咱们在现场呢 畅谈了瓷器的过去 也聊到了瓷器 今天的一些状况 所以呢 还想请咱们的 二位行业内部的专家 来跟我们畅想一下 咱们中国瓷器的未来 您对它有什么样的寄予呢 吴老师 改革开放以来呢 随着咱们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 应该说中国的传统 的烧造生产 又呈现一通摸像上的 一种新的面貌 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 咱们国家的这个 进入这种 才十九大召开 我们进入了新时代 人民群众的 这个生活日益提高 我们的主要矛盾也 是的 改变了 是吧 是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的 这种要求 与我们发展的不平衡 不充分的这种矛盾 我想呢 这个瓷器呢 应该怎么来 在基于传统的基础上 来进行创新 来满足人们 日日增长的文化需求 我感觉这是 摆在我们面前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任务吧 陈老师 我们中国文化 讲究以气载道 每一件国礼 都是国家明天 我希望 我们君子 在中国文化 复兴的历史潮流中 能够登上 更大 更高的外交舞台 让中国文化 站得更高 走得更远 更好地展现 国家自信 文化自信 谢谢二位 也谢谢吴老师 那么今天的国之自信